上周五下午,特首林郑月娥会在股市收市后公布新房地产政策。新房策包括谈论了一段时间的一手楼空置税及居屋受价与市价脱勾等。更将新居屋折扣由7折减至5折。新房策一出,六表二手居屋市场即有反应。纷纷出现业主减价出售个案。六表二手居屋减价潮一触即发。特首推出的六招新房策。 包括资助房屋定价与市价脱勾。之后新一期开始。新居屋已以52折出售。除了一手楼空置税之外。趋逼地产发展商尽快卖楼的招数还有要求地产商每次推盘必须达到总单位的20%。而并非目前流行的小量小量的推出。以上二招都市逼地产商早日卖掉手上的楼房。 地产商要加速卖楼。必定要减价。因此有压抑楼价的作用。政府修定资助出售房屋的定价政策。定价与市价脱勾。 下一批居居定价将由目前的7折变成52折。六字居更是低至42折。相信申请的人会大量增加。入场援栏大幅下调后。市场预期纳入行常化的白居以吸引力即变弱。 价格有5%下调压力。新政策推出后。六表二手居屋市场首当其冲。过去周六日市场年六多宗减价成交。东冲与东远B座高层三室。实用面积594平方尺。属于三房间格。 在六表市场放盘原本叫价488万元。新房策令业主扩大以价空间。昨日减价20万元。未保地价以468万逆手。尺价7879元。屯门及天水围等上车因物。房委会上月站627宗未保地价的居宜市场成交。有20%至30%业主陆续减价1%至2%沽货。 长益地产执行董事谢泽铭认为。特首宣布新居屋折扣率后。居屋二手市场随即受压。屯门。天水围区的居屋第二市场气氛明显转正。小业主由过去往往反价改为接受小许以价空间。过去三天假期。 详意地产接触到与一百名居屋第二市场放盘业主。当中有20个业主肯减价。 例如包括屯门附近花园4座高层1个592平方尺单位。 属于三房间格。原本叫价470万元未保地价放盘。现时减至460万元。减幅2%。天赋院G座高层5室。实用面积650方尺。作于居二市场仅以405万元成交。 尺价6231元。为屋苑三房大单位自今年2月以来的4个月新低价。J座高层两室同面积及同样望楼景单位。 今年4月成交价445万元。尺价6846元。时次成交卖平40万元或9%。而屋苑同面积单位。成交价更高建近470万元。为F座高层5室。 在后海湾海景。今年4月以463万元售出。尺价7123元。过去两天市场交投并不活跃。大部分小业主指示象征息减价1至2%。不少准买家也观望新居屋的推售。相信短期区内陆表居屋二手尺价有5%下调压力。 防委会委员指出在整体供应形欠缺下。白居二充当的补助角色不变。可增市民置业机会。新政策下。今期4431伙新居屋或改以负担能力定价。 单位平均售价降至110万至468万元。启德启朗远一个约400尺单位由390万降至290万元。 防委会于本月17日开会讨论。一旦通过,预计于10月重新接受申请。 11月搞诸。明年2月柬楼。以递交的15万宗申请仍有效。长沙湾海乐院中签者更可即买即住。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不打算降低现时白表家庭月入5.7万元上限。 目前上限事案市民能否负担私人住宅离定。不能因资助房屋售价下调便把部分家庭拒租门外。 陈凡作明白若维持不变会令更多人申请。变商减低中签机会。最重要给市民有一个希望。 山引好。特首林郑月娥早前预告。今年10月施政报告将交代增加土地供应方案。 日后可考虑将公私营房屋比例。由现时64条整至73。居屋入场门栏低。 据房委会数字。5月6得187宗未保地价的居宜市场成交。 创今年新高。为6月截至15日。紧陆27宗。将上场的白居二级引力或大减。 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雪。屯门及天水围有20%至30%。业主陆续减价1%至2%。 成交显著回落。但未见灾难性劈价。居屋彩池大了。但下期会更加多人去买。 有逼切性的准买家在供应紧绝的情况下。 刑会入市。屯门附建花园4座高层G。 592尺居2市场3房为例。 业主建政府出招。即减价10万。以460万元放售。 龙门居9座中层A。484尺2房业主。 同样减价10万元。以370万元出售。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招国委称。 白居二定委为补助性质。 供应欠缺下。其角色暂时不变。 可增加市民置业机会。 林郑日前亦提及将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时。 交代土地供应方案。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土地大辩论将于9月完成咨询。 林郑月娥表明支持田海。 陈凡认为。 本港长远需要1200公顷土地作发展。 形容约落实田海。 相信其面积将会比一个沙田新市镇更大。 他预料计划会有不少反对声音。 强调在田海前会作详细评估。 发展同时进行保育。 环境局局长黄錦升表示。 即使田海亦应避免生态敏感地方。 对于林郑月娥有意分拆运房局工作。 陈凡指。 土地及房屋政策有协同效应。 如结合于同一政策局内。 对调缝土地发展房屋的工作将更便利。 坚拥沙均息。 今天在电视 obsession参加日期内。 京邦谁 vite成立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